月亮高高挂在天上 虽然经常都看得到月亮 但26号晚间民众可记得关注一下 因为台湾将再次见到 睽違24年月全时 刚好也是最大满月的奇景 摊开时刻表 从傍晚5点时偏时开始出亏 只是这时可能月亮还没出来 看不到 到了晚间7点09分 时季全时开始 月面完全进入本影并成暗红色 7点19分时盛 7点28分声光全时结束 8点53分则结束偏时复原 月亮完全离开本影 而恢复满月的形状 气象局说 其中7点09分到28分 就是精华时段 那全时的时候 由于这个太阳直到 月面的这个光线 全部被地球挡到 那透过地球的大气 可以折射一些太阳光里面 比较偏长屋 就是红外线部分的这个光线 就是天红的这个光线 折射到月面上去 而26号各地阳光露脸 晚上有没有机会看到血月 今天的天氣大致上是以多雲道琴的天氣為主 但是有些地方在接近山區的地方 會有些午後雷震雨 東北部地區也會有午後雷震雨 不過午後雷震雨消散之後 如果在比較少雲的地方 大家都可以開始觀賞我們這個月泉石的過程 雖然下一次要見到月泉石家最大滿月的景象 要等到2033年10月 即是現在國內疫情緊繃 民眾千萬別為了看月亮出門群聚 都可以透過手機或電腦 上中央氣象局的臉書觀看直播 宅在家賞月最安全 TVBS新聞徐雲霆台北採訪報導